真相只有一个 就是林淑芬委员 他一开始先在背后 推了麦玉珍委员 然后推了一次 后来又推了第二次 第三次麦玉珍委员发现之后 转头要跟他理论 但是可以看得很清楚 里面有个动作 这在很多的画面没有办法拍到的就是 林淑芬委员又首先 打了麦玉珍腰部一拳 也就是因为这一拳 所以麦玉珍委员回头 要回头来跟他理论的时候 回手才挡了一下 那最后就是大家看到 不是啊黄坑散 哎各位 这东西我五天四天前 三天前就讲了吧 哎不不三天四天 三天前 这东西我三天前就讲了吧 我是不是在周五 就发生当天下午就已经讲完了 是不是跟我讲的一模一样 各位我是不是周五的时候 下午就讲了 我说林淑芬靠拉腰部一拳 就你们到现在才把事情搞清楚哦 不是啊你民众党到底是怎样啦 你们现在吃到民国民党口水是不是啊 那不是最会造谣抹黑人了吗 民众党都不民众党了 不是啊要你坏的时候你就坏 要你坏的时候你这边装乖 需要你乖的时候你才在坏 到底是怎样啦还是怎样 台湾的政党哦都欺负国民党最会了 遇到民众党都会软了 我早就讲了嘛 非常重击的方式 所以那一天看得出来 麦丁委员去急诊以后 回来之后整个脸 不是他推推后来 后来麦丁 转过来的时候他又在尻他一下嘛 他又在尻他一下嘛 哎腰这边很脆弱热骨耶 所以他说你怎么打我拿一拳给他刺下去嘛 故意的啦 因为他们两个在521的时候 有冲突嘛 林书芬要报复嘛 这比较像是自卫的行为 然后背后出手 殴打他的腰部 这个是大家可能画面没有拍到的动作 所以我们希望这件事情 把真相还原 真相只有一个 三三位 不好意思 这次在立法院发生暴力 就是不是我个人的而已啦 就是还有我们立法委员的尊严 我们要求就是民进党的党团 还有林书芬委员要道歉 然后林书芬委员说我才不要 你让我恐惧要告来告 你是你先打我的 你给我道歉 我觉得哦 我现在很确认一件事情哦 就是政治的宣传哦 文宣 广告啦 宣传真的比论述重要太多了 拜托一下 好不好 拜托你们民众党发挥 以前那种下三滥的精神 开始什么胡扯瞎扯扣人家帽子 真的没有这种事情做不到的 国民党呢 很多好朋友都一直在那边 整天在那边讲道理 温良公俭浪 讲一些屁话 一点屁用都没有 他就说谁先动手就是谁冲 但是现在不只是肢体员的暴力啦 还有就是 议员的暴力 因为呢 他不断的去散播 去散播 而去第二次的伤害 所以 这个我是没办法去接受的 因为 我是因为家暴 才 才离婚出来 所以我这个家暴的阴影一直在 就是恐慌 我一直在 一直压抑着这种恐慌 因为我在921的时候是家暴 就刚好那个晚上 所以那种恐怖的 我一直压抑着 但是因为他这样子的 就是 让我现在谁找到我的后面 我都有那种恐慌 好像是 就是 突然间有人去突起你在后面 这样子的那种感觉 所以 这几天我 真的没办法去睡好 因为都会浮出来 就是 从后面就有人攻击你 哎呦 我是因为家暴的那种恐慌 哎呦 现在就是因为他打我的那一拳 然后我就会让我 就是 所有以前的那种伤痛 对 然后呢 他们的党主席柯文哲 躲起来 他讲一堆屁话 然后讲的好像是 那个麦玉珍跟林淑芬打架一样 所以我们讲垃圾 你柯文哲你真的垃圾 好吧 柯文哲你真的垃圾 我真的讲坦白了 你就是这个垃圾 没担当的垃圾 怎么会有人这样子啊 你看哦 民进党林淑芬对本党麦玉珍会员 虽然是意识冲突中的插枪走我 绝对不是正面示范 你的人已经被揍了 你还在那边说什么 啊这插枪走我啦 不好的示范啊 然后说麦玉珍也没退让 他都被揍了 退让个屁啊 他被揍耶 什么新著名好欺负的 我讲真的是我没有看过这种政治人物 然后你看 还在那边赖总总赖总总 很恶心啦 你自己去看啦 然后现在躲起来啦 你就一直躲着就好了啦 没关系啦 滚的越演越好 三千战 再叫网军啊丢脸死 只剩三千战 恶心死了 想当小粒就去当啦 而且我跟会讲啦 随便找几个啦 我跟你讲啦 我觉得这整个活动已经变质变掉了 因为现在大家讨论到青岛东 开始整个话题都已经歪楼了 我先随便找一个东西给你看 我们现在来聊青岛东 我讨论要比较 民进党过去八年执政的时候 不是也很常 把反对党的法案作为成绩委 问问是不问赌吗 为什么他们可以我不行 为什么你不问他们 我必须要说 这是一种比赖的心态 难道黄柯他的心态就是比赖吗 好 但我们要骑机车被开罚他的经验 有时候为什么他 为什么不开他 我方案不开他 有学过的法律人都知道 什么叫做不得主将 不法之平等 难道法学巨负洪国的他们不知道吗 确实 确实 民进党在当独过派的时候 确实有滥用程序的一些问题 包含我在内很多现场的MGO 在刚使过 所以估计这期间 这个叫卫洋 这个叫卫洋 就是以前也是太阳花 也是民间团体运动 吃了诚实豆沙包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go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有额外的折扣哦 打扣一次 打扣一下 最后 请请前凯会 打扣一下 家里的文章 用途抣 打扣一下 你做好 乱串 打扣一下 不 打扣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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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